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挥出的这个出色的身体优势啊 真是完全碾压 接外球 往这儿扔进来 露到中路 凌空的射门 漂亮 打在横梁上 这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大连人 林良明的射门打了一个弧线 击中球门横梁 下来之后没有完成补射 球是被防守队员踢出了底线 再来看 一次很简单的接外球 一脸猪挺蹭了一下 然后再蹭 林良明的射门打在横梁上 进行到回座 孙准浩再往左侧转 找菲莱尼 菲莱尼头球顶到了 漂亮 又是菲莱尼 菲莱尼扛住对方的防守队员 头球掉射得分 完全不相理的进球 没有太多的复杂战术 就是孙准浩直接起球 连线菲莱尼 对那两个外圆的连线 这个球菲莱尼顶的球速也不是特别快 但是球很转 而且弧线很大 正好是越过了张冲 顶向了球门的圆脚 山东泰山取得1比0领先 狂攻之后终于是收获了进球 莫伊赛斯面对出击的门将 掉门 2比0 张冲这一次选择出击 出了点问题 把空门露给了莫伊赛斯 莫伊赛斯连续两场比赛进球 上一场比赛 莫伊赛斯也是得益于对方门将的失误 收获了一个进球 再来看 克雷桑投球一蹭 这个球呢 克雷桑也是完成了助攻 很简单 王大雷的一传 然后投球一点 下来之后打进 莫伊赛斯抢下来 再挑过来 有机会 进去里边 齐天宇的圣门 3比0 齐天宇替补上传也收获了进球 莫伊赛斯这场比赛完成了传设建功 齐天宇也做了果拿走庆祝的动作 家中有喜 再来看一下 这个球 没有越位 没有越位 莫伊赛斯挑出来之后 齐天宇直接凌空射门把球打进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山东泰山是3比0 下半场比赛连进三球